三岁男童怀疑攀爬窗户不幸失足 从10楼住家厕所窗口坠落到3楼 当场身亡 这起悲剧发生在吉隆坡险都一座豪华公寓 险多警区主任马永来助理总监表示 警方在今天下午3点30分 借获保安投报赶往现场调查 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在场警察后 证实男童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根据初步调查 男童案发前单独在厕所 他从浴缸沿着马桶再爬上水箱 随后身体探出窗户坠楼 事发时男童的母亲也在家 不过他当时仍在客厅 有关的调查工作还在进行 证实人员都购乱了 可痛户坡于人员地已有明布